阿里巴大依辣 我覺得這十天真的應該說到目前為止第九天啦 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因為每天都非常緊湊 做好多好多事情 然後腦子要接受非常多資訊 我們每個人都要記很多事情 但是也同時吸收非常多 我們這次製作可說是這個workshop是馬不停停 我們有十天幾乎沒有休息 而且幾乎每一天都工作到十二個小時 通常這個在台灣甚至在紐約都不可能發生的 可是因為這次大家齊聚一心 然後努力把這個workshop做好 然後做了一個初步的呈現 所以在這次的這個過程中 最讓我難忘的是大家 雖然這麼的疲勞 雖然這麼的辛苦 可是大家都沒有怨言 然後任老任人 然後把賽這樣 全英文跟十天要演完一個 英文的音樂劇 總共多久 三個小時喔 我該怎麼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就是這一個禮拜很像 在打仗 以及就很像 在研究生在寫論文 最後一個階段 不斷的查字典 不斷的查單子 然後不斷去想這到底在幹嘛 然後 很謝謝Jeffrey 就是這個 Pushing us 到底在舞台上 會看到的出行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A new lyric was given an hour ago 就是有一個新的 新的歌詞喔 剛剛我們小孩在排的時候 就覺得他覺得不好要排 所以大概一小時之前才給 To a non-English speaker 給一個 就是英文 不是一個他的母語的一個演員喔 這個workshop是 台灣從未見有的一個工作模式 就是一個Normal的心態 還有我也覺得說 嗯 這個也是個不錯的經驗 包括全英文劇也是台灣 可能是台灣第一次喔 所以我希望 大家可以進劇場來看這齣好戲 那我也希望我們可以好好的呈現給你們 大家看這樣子 這樣子的排戲氣氛跟這種革命情感 已經是離開學校之後 沒有再碰過了 所以感覺讓自己回到學生還蠻fresh 那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 去學習如何organize 我本身不是一個很組織的人 就是排戲都是用腦子在記 東西太多 所以要規定大家要弄個finder什麼的 把譜啊 齒齒啊 弄進去 我一開始覺得根本不用 我靠我只記就好了 我發現不行 真的太多了 所以呢 我這次終於學到了 這個東西怎麼用 原來這個東西是打孔機 我一輩子沒用過打孔機耶 這個是在這個劇組 我使用到道具最大的一個獲獲 我使用到道具最大的一個獲獲 我不是給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